梁耀忠議員 你有什麼規程問題呢? 梁耀忠議員 剛才你的決定是影響到我的 是 我現在回答 那為什麼你不會邀請我和你一起去看那個錄影帶呢? 對我這件事來說是不公道的 我不管你待會做什麼決定都好 但是因為我權利來的 因為我權利我享受不了的話 你就不應該做宣佈住 如果做宣佈之前 你必須要讓我有個權利 行使得早出來才對 我沒有行使權利之前 你不應該做任何的決定 我想法律局問你可不可以澄清我這個說法 是不是道理? 對不對? 我聽取了有關 剛才在福建的時候 聽取了法律局問也有提示方面的意見 我們最主要就是說 這個是沒有一個明確的規定 主席規程問題 我現在回答你有關問題 不是 我是要求法律局問答我 不是你回答我 因為這個是涉及到我的權利問題 我希望... 主席 聽取了法律意見之後 主席 平答你 希望你尊重... 主席 你不可以凌駕法律顧問 不是凌駕法律顧問 法律顧問給了意見之後 主席要作出決定 主席 你不要再... 規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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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規程問題 主席的規程問題 回到我最後的處理之後 我們回到大會的有關的 委員會有關的事項 剛才回帶之後 我看了一個情況 就是梁耀忠議員發言到某部分 但是當然已經涉及到 梁繼昌議員有關的文件問題 所以又作出了一定的回應 但是梁耀忠議員還想繼續 想談的我現在撤銷了我的命令 是可以繼續發言 但是補充的發言就是了 但是也希望大家今後要尊重主席 在要求委員不要再在委員上發言的時候 希望馬上停止 然後再進行下一個提出要求的發言 好嗎 梁耀忠議員現在讓你繼續補充 你剛才的發言 梁耀忠議員 梁耀忠議員 先處理梁耀忠議有關的事情 因為還未曾發言完 我現在繼續讓梁耀忠議員發言你的部分 主席 剛才如果不是我在抗議不離場的話 這樣變成你的裁決 就變成我一定要離場 這樣呢 這個做法 是不是合屬規程呢 你這樣的做法 是不是合理的呢 你這樣的做法 是不是公平的呢 不斷說 我希望法律貫民回答問題 你凌駕了法律貫民的地位 你做法律貫民出來 這合理呢 為什麼你不讓法律貫民說話呢 我先想弄清楚 就是法律貫民請你回應 究竟剛才主席這樣的程序複檢的時候 我受影響的人 我沒有參與這個複檢 究竟合不合復程序呢? 梁耀忠議員 你現在講完了 我就不是跟你在這裡辯論 但是大家都知道 法律顧問的意見是給了委員會 而最後作出決定是主席 所以主席是有權安排 是哪位發言 所以你要求的是要求主席 如果我安排給法律顧問發表他的意見 是我會作出安排 很希望你留意有關的規程 是委員會是這樣由主席去主持會議的 好了 那你可不可以講完你最後要補充的 剛才你最早的規程的部分呢? 主席 我剛才是邀請你邀請法律顧問發言的 請你這部分就不要再延續了 這個論點我已經解釋了 希望你不要再延續了 OK 好 我想講回剛才講梁繼昌的事件 梁繼昌他講了 就說 他有一個新的建議出來 是給大家討論的 但是你呢 就是不適合 就不讓他再討論 其實我是想講呢 剛才 是希望你 是付諸大會 就是大會決定呢 究竟他那個 的要求呢 是被不被接納的 主席我希望你重新考慮這個 好 我記下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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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